現在的玩家口味真的越來越刁斷喔 如果一款遊戲換湯不換 大家可是不買單喔 總要來點新鮮感嘛 所以這款遊戲《失落的星球3》 除了激烈的戰鬥之外 這次還加入了恐怖精壽的成分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呢 等到遊戲推出 大家也要親自吃看看喔 日本CAPCOM公司在前些日子宣布 他們大獲好評的科幻動作遊戲 《失落的星球》系列 將推出最新的第三代作品 以及2013年年初登場 不過這次《失落的星球3》 不是由CAPCOM自己開發 而是委託美國遊戲公司製作 而且就目前公布的內容來看 整個遊戲風格大轉變 並且加入了更多的驚悚要素 遊戲中玩家扮演探戰機駕駛員的主角吉姆 為了養家糊口 來到冰凍星球進行開墾 沒想到遇到巨大的異形攻擊 而展開致命的戰鬥 不過就目前公布的遊戲畫面來看 玩家必須探索被冰封的基地 還要小心不知道 哪邊冒出來的異形 玩起來壓力很大 不過遊戲Unreal Engine 3 引擎開發 呈現不錯的視覺表現 加上遊戲混合第三人稱的 單兵戰鬥 與第一人稱的探戰機戰鬥 支援豐富多人連線玩法 這樣的風格轉變 感覺也不錯喔